现在呢我们在买新房子的时候就很难看到挂暖 基本上交付的标准呢就是以地暖为主 但是呢在实际装修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呢慢慢的就放弃了地暖改成挂暖 那这是为什么呢 从这个大多数人的反馈当中来讲呢 地暖的优势要比挂暖好很多 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这个地暖呢 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其中的原委 如果大家呢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就要知道地暖的几个缺点 这个缺点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 长期得不到解决的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说地暖的安装费用比较高 而且后期维护比较麻烦 那么首先呢这个地暖 我们知道呢是由这个地暖管和这个分水阀进行组成的 它形成一个很大的回路 那么这一根管呢可能就需要走很长的这个路线 才能呢回到这个回水管上面 那么在安装的时候呢需要有专业的师傅进行安装 如果呢咱们自己平时安装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去安装的 那么安装的时候呢这个费用呢是很高的 那其实呢如果有的家庭里面自己这个买的二手房进行改造的话呢 包括买这个分水器买地暖管 再加上呢你后期的这个给你装上 那基本上呢两三千块钱是需要花掉的 当然这个呢并不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呢它后期维护是比较麻烦的 那我们知道呢市面上的这个地暖管有很多品牌 包括呢这个分水器也有很多品牌 如果呢你买了一些比较出名的这个品牌 可能呢这个质量还能得到保证 但是有的人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呢预算比较超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想办法去省钱 在这些地暖管上面呢可能就会买便宜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日后就会出大问题 因为呢地暖管是埋在地下的维修器呢非常不方便 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我有个朋友呢之前买了一个二手房 当时呢是挂暖觉得地暖非常好 所以呢就改成地暖了 但是呢它的预算已经超支了 于是呢就买了这个市面上比较普通的这个地暖管和这个分水器 结果呢呃当他们装修完不到一年的时候 在冬天供暖的时候 从这个卫生间和这个厨房旁边就开始呢往外渗水 直接呢啊滴到了楼下的这个住宅上面啊 别人呢就上来找他麻烦 于是呢他不得不把这个地暖给停掉 然后呢由于他这个包括厨房和卫生间呢都铺的是瓷砖啊 当用仪器去探测的时候呢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结果呢只能够顺着这个管道把所有的这个地砖全部刨该 结果呢发现其中有一根管子靠近墙边上啊 然后呢漏水了 那么这就导致到呢他整个房屋被破坏掉 然后呢整个冬天呢没有进行供暖 所以说呢后期维护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那我们呢在这个地暖上面的装修呢 无非就三种方式 要么呢是全铺瓷砖 要么呢是全铺地板 要么呢就是说客厅铺瓷砖呃卧室呢铺地板 不管是哪一种铺法总之地暖坏了 你都需要呢进行房屋的破坏 那么对于我们的生活会造成影响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地暖呢 它会破坏室内的家具和家电啊 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 大部分人呢都会去买一些这个实木的家具啊 但是呢这个整个冬天供暖时间会很长啊 南方呢实际上现在的供暖很少 尤其是北方这个越往北供暖的时间就越长 你比如说北方的鄂尔多斯啊 对吧到了十月份就开始进行供暖 到了第二年的四五月份才停暖 时间跨度呢长达半年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家里买的这些啊 这个家具家电可能就是呢 实木的在这种高温的烘烤下啊 不用几年就会出现变形影响这个使用 再一个呢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实木啊 和之前的是不一样的啊 那我们以前在农村呢那种实木啊 用那个木头去建房子那叫原木啊 真正的是取自于大山啊污染的 但是现在的这种实木家具呢 基本上都是经过工厂加工的啊 他会呢做一些这个防腐的处理 包括呢一些上漆这些里面呢都含有这个 有毒的气体或者是甲醛 但是呢我们买回来以后 平常我们是肉眼看不见的 如果家中有小孩的话呢 时间长呢可能会影响这个健康 那第三个坏处呢 就是他会占用一定的层高 以及呢温差过大 怎么会占用层高呢 我们知道呢很多人买了这个老房子啊 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说 我把它改成地暖 因为老房子在之前呢 大部分没有普及这个地暖啊 它不是一个标准 基本上都是以挂暖为主 所以呢买了老房子以后呢 我们就想把它改成地暖 但是呢以前的老房子的层高呢 没有现在这么高 现在的我们的标准层高呢 能够达到2米8甚至是3米 但是呢之前的层高可能普遍的就在2米5 2米6 2米7左右 你想一想 如果呢你买了老房子 进行这个老房改造 把地暖装上去 地暖呢最起码要占用了啊 3到5公分的一个高度 再加上呢你上面还要铺瓷砖 又会呢占用这个2到3公分的高度 那么整体呢如果加上来的话 你这个房子的层高呢 到最后建成啊 只有呢2米5甚至2米4的高度啊 对于呢这个各自高的人住在家里面呢 是非常压抑的 而且呢长期住这种这个低矮的房屋啊 整个心情呢也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温差大 我们知道呢在冬天北方呢过冬呢全靠暖气 但是呢很多人现在呢就是供暖以后 就会把这个开关开到最大 基本上呢是不会关掉或者是控制阀门的 那么有的时候呢遇到了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虽然呢你有很好的保暖方式 但是呢室内和室外的温差较大 这就会导致到呢这个我们的身体啊 有时候承受不了 尤其是呢老人温差过大以后呢 很容易引起感冒 进而呢引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啊 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选这个挂暖呢 实际上挂暖呢有几个优点呢 是地暖比例不了的 第一呢就是它的费用比较低 安装方便啊 因为呢它只有几个这个暖气片 并不占用这个层高 只是呢在家里面不常用的地方挂几个暖气片 就可以了 它整体的这个造价呢啊也是比较便宜的 还有呢它维修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比如说这个暖气片坏了 我直接换掉一个新的啊就可以了 而且呢它不像地暖地暖呢使用了几年以后就需要呢重新清理一次这个地暖管 但是这种呢你只需要呢啊找开阀门放水就可以了 很快呢利用呢这个管道里面的水呢就把这个整个暖气片清洗掉了 很简单的那第二点好处呢就是说它的温差呢就并不会那么大 因为呢它是这个挂片进行供暖 所以呢它不会像这个地暖整体的供暖 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里面的这个温度呢始终就保持一个恒温 和外面的温差呢几乎不是很大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热电厂呢供暖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呢家里面的温度呢只要不低于18度就算是供暖成功 但是呢现在很多地暖的家庭温度能达到多少呢 能达到27、8度 甚至家里面都会达到30度外面零下十几度屋里面30多度 那这个温差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对身体有没有伤害 但是挂暖呢一般的家庭温度呢就会停留在20度或者21、22度 总之呢和外面的温度呢相差并不是很大 你的整体感受上呢会很舒服啊 不管是从省钱方面来讲呢还是从这个各方面来讲呢 挂暖的优势呢越来越明显啊 所以说呢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地暖给抛弃了直接选择挂暖 不知道呢大家在这个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到底呢是选择挂暖还是地暖 欢迎呢在这个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